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第六課的第二個部分 繼續講這個相對的位置 所使用的專業字首跟字根 我們先複習一下 上次在第六課的第一個部分 我們講到的 還記得嗎 above用的是什麼專業字首呢 是hyper super 還有supra 還記得曾經一度是全世界最胖的人 墨西哥的年輕人嗎 然後among跟between among跟between用的專業字首是inter 這邊老師再稍微補充一下 inter通常是在兩個東西的 這個東西在兩個東西之間 但是這兩個東西是完整的兩個 比如說等於說這個東西呢 我們講的那個東西是在這兩個東西的外面 但是它是對這兩個東西夾著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around around用的專業字首呢 是emphi amphi circum c-i-r-c-u-n 還有peri peri emphi 事實上除了around的意思以外 後面還會接觸到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兩邊都可以的 像比方說左右手都可以用的 就是用ambidextrous 然後在下面below and beneath 用的字首是hypo,infra,sub 然後在中間 在一個東西的正中間呢 我們用的是central還有centry 然後呢 in the middle的時候呢 用的是medial mesil 還有meso 然後在很遠的 那個距離很遠的 用telle t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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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头里面的 那事实上通常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脑 然后incarceration incarceration是什么呢 这个carceration是这个监狱 或者说被关起来的意思 incarceration就是入狱 就是被关起来的 incarceration事实上在这个医用的字里面也会用到 通常指的是像长鼓塞的时候 如果有一段完全跟周围不通 也可以说是incarceration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字首 innerinner 通常就是讲的是 就是说我们看例子比较清楚 就是inner用的字首是enton E-N-T-O 那我们来看一下 entodon entodon是什么呢 D-E-R-N是皮 皮肤 那entodon呢 指的是内胚层跟这个endodon endodon跟entor有的时候是可以通用的 就是呢 我们像人的胚胎不是有三层吗 外胚层中胚层内胚层 那这个entodon就是内胚层 那内胚层呢可以发育成比方说肺甲状腺还有呢这个疑腺 这个都是由这个内胚层发育而成的 这是entodon 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字首是intu intu呢有三个专业的字首呢来讲它 来这个表示它 前面看过的in呢也有这个意思 然后呢intra intra呢就是在里面 就是说呢intu 因为在里面 然后呢intro 那我们来看一下举的例子 intracellular intracellular呢就是在细胞里面的 像比方说呢这张图里面这些红色的点点是什么呢 这些红色的点呢是立克次体 立克次体呢是细胞内的寄生虫 我们就会说它是intracellular parasite parasite是寄生虫 P-A-R-A-S-I-T-E 那立克次体呢就是细胞内的寄生虫 那这些年来其实大家已经 那个比较少听过这个立克次体所引起的疾病了 那个事实上呢 那个立克次体在早期的时候 好像在这个欧洲引起这个斑肿伤寒 其实杀死蛮多人的 那当年呢为了研究这个立克次体呢 还死掉了两个人 一个呢是这个 一个是立克次博士 所以后来呢这个立克次体呢 为了纪念他 这个细胞内的寄生虫就叫做立克次体 那另外一位呢比他晚一点 研究立克次体 所以呢 那个后来呢在这个斑枕伤寒的病原菌 他的署名呢 是立克次博士的性 然后呢 肿名呢就是用那一位呢 第二位牺牲掉的那一位 那一位这个博士的性 来当作这个斑枕伤寒的病原体的名称 那这是intracellular细胞内的 然后呢intragastric Gastric是胃的意思 G-A-S-T-R-I-C 这个字根呢是跟胃有关的 intragastric呢就是胃里面的 胃里面的什么 指的呢就是胃部里面的空间 intragastric 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inward inward呢就是他有一个动作 他有一个动作的预含在里面 就是呢往内的向内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有两个字首 一个是endol 我们刚刚前面提过 他有时候也可以跟entol E-N-T-O 混用 然后一个是esol E-S-O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举个例子 第一个呢endol呢 我们要举个例子是endol enzyme endol enzyme是什么呢 就是enzyme是酵素 E-N-Z-Y-N-E enzyme是酵素 endol enzyme指的是呢 今天有一个酵素呢 他来切这个东西 这个蓝色的这一长条 是它的瘦值 可是他切的时候呢 他是随便从这里切一刀 随便从这个瘦值的东西切一刀 然后就把瘦值切成两半 那这两半 不见得完全相等 但是他就是一定从中间切下去 这样的切法呢 我们就说这个酵素 叫做endol enzyme 那这个呢 这个词跟另外一个 就是exo E-S-O exo enzyme是相对的 就是呢 exo enzyme 就是从 从这个末端 一个 当然不见得是一个一个 说不定是两个两个 反正呢 就是从 一定要从末端 咔嚓咔嚓切的 这样子的呢 叫做exo enzyme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酵素作用的形式 Exo gastritis 那个我们前面看过呢 GASTRIC 我心里说是跟胃有关的 事实上 GASTRI就是跟胃有关的 那 ITIS这个字根是什么呢 是发炎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呢 还会再看到这个字根 就是发炎 所以 GASTRITIS是什么 胃发炎 那Exo gastritis 我们刚刚讲 Exo是inward在里面 那是什么 胃里面发炎 指的是呢 这个胃的 最里面的这一层 这一层这个 这一层这个黏膜 这一层黏膜发炎呢 叫做Exo gastritis 就是胃的内部 内部的黏膜发炎 胃膜膜炎 叫做Exo gastritis 接着我们看 Outward Outward是向外 这也是有动作的意思 Inward跟Outward 都是有个动作的意涵在里面的意思 那什么样的字 字熟呢 Exo 跟Extro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Exo enzyme 跟Endo enzyme 是相对的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个字熟 Exo 我们看一下 Exocytosis CYTO 这个字根 是跟细胞相关的 然后呢 OSIS 这个字根 是跟动作过程有关的 后面我们都还会看到 那我们刚刚知道说 Exo是Outward 所以 细胞 向外的过程 这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所谓的包吐作用 就是呢 细胞把它里面的东西吐出来 那细胞什么时候要把里面的东西吐出来呢 当然是有目的的 那个又不是像 我们 我们向外吐东西其实也是病态 实际是病态的 不过细胞向外吐东西 是有正常目的的 一般来说呢 不会随便向外吐 那像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在神经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图处的地方呢 从这里从这个A这个A这个 这个墨烧呢 它把这个神经传导物籍 那个本来是在这个小泡泡里面 然后经过Exocytosis 把里面的比方说乙烯感碱 把它分泌出来 然后呢 让B的这个神经墨烧呢 接收到了以后呢 这样子呢 B这个神经呢 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 那通常来说A的话应该是感觉神经 那B的话应该是运动神经 这样子就是神经传导过去 那像那个很有名的天下第一毒的这个 天下第一毒的这个腊肠毒 这个肉毒 就是所谓的肉毒感菌 肉毒感菌素呢 它就是阻断了这个A 这个感觉神经这边的Exocytosis 让这个乙烯感碱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那B这边呢 因为没有接收到乙烯感碱 所以它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就这个 那产生的结果就是什么 神经麻痹 那这个是这个肉毒感菌 肉毒感菌素的这个作用 那它是世界第一毒物 只要几个这个耐克 Narogram 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数字的时候 10的-9次方克 只要几个耐克呢 就可以产生这个中毒的症状 非常可怕 那这是Exocytosis 然后Extroversion是什么呢 Extroversion就是外翻 像比方说呢 有的人穿高跟鞋 穿久了以后造成母脂外翻 那或者是呢 那个 那个什么 有些就是比方说里面的肉跑出来 那个就是都叫做Extroversion 就是外翻 好 我们呢 最后呢 来回应一下 今天教了什么 因这个意思 用什么 用En跟In这两个字首 然后呢 Inner 则是呢 用Anto E-N-T-O 然后 Into 进到里面 指In Intra 还有Intro 然后 往内的 向内的 向内的 是 Ando 跟Exo E-S-O 这个Exo要念得很清楚 不然等一下会跟那个 Auward的那个Exo 这个Exo是E-X-O 那刚刚那个是E-S-O 这个向外翻的是 这个向外的是Exo跟Extro 那这是呢 我们今天教的 这个在这个第六课的第二个部分呢 教的专业自首 那 同学回去要稍微思考一下 然后看看那些例子 那 这个 我们很快呢 还会再进到下一个部分 那在第六课的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把相对的 这些相对位置相关的字首呢 结束掉 那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边咯 拜拜